精致農業,創造商機無限 彰化縣北斗鎮青農黃俊超與種子公司合作 成功栽種罕見萃妞美濃瓜 這種香瓜皮薄肉厚 甜美多汁 其口感結合哈密瓜與酪梨風味 由於萃妞美濃瓜市場稀少 價格美金120元起 並主要通過網路銷售 品嘗過的顧客無不贊不絕口 吃起來的口味跟一般的美濃甜瓜不一樣 它有微微的一點哈密瓜的味道 削一削之後 看起來會切一切好像是酪梨的感覺 這是新品種,一般市面上比較少看到 因為這種都是一般都是契約種植 青菜一斤也要百二到百五 這切都不佳管理 因為天氣酪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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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酪,他很容易引發他陸菌病 長就開始發高硬、發高硬 而且沒在那時,他撒酒會還沒什麼開 你蒸不蒙火,就把它塑粉 所以有時候,梅雨季的時候,有時候整個禮拜點沒火 有時候,那時候就都沒過了 一般,牠們都是蜜蜂塑粉,我是人工塑粉 我們比較確保牠的,每個人都可以收粉到 因為蜜蜂,雖然牠這樣塑粉,牠也不可能每個人都去牠牠 有時候,蜜蜂就這麼熱到,我是覺得是虐待動物 留這顆而已,你看看 彰化人彰化是新聞記者林明佑採訪報導